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这一集 你觉得东东 你的人生是否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 你问这么刺激的问题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这是两个人 我是会 争取赌 争取赌 看看是谁 大家生活了这么多年 过往的日子真的差一点 但是 我知道 其中一个我知道的就是 你一直都没有办法去拿回 就是在你妈妈面前 拿回你自己的力量 在我妈妈面前 在我妹妹面前 在我妹妹面前 是吗 是吗 这么金 尤其是在我 这三个人 我在他们面前 都没有什么力量 我发觉很多人 在不经意的状况下 他会把他的力量 投射给外面的东西 是 我也是那些人 我也是那些 臣服于权威之下的人 以前 权威 好 我先举一些例子 我想先举一些例子 好 有很多人 把他的力量 例如投射给医生 这是一个大家都很容易感受到的例子 或者当你有什么病的时候 你不见过医生 你是很不安心的 好 又或者是 我发觉 譬如我有时候感冒 我上社交平台说我感冒 看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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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于 神仙棒 一声点一点你 你会没事 是 是 但是 我一笑才知道 因为 他会觉得 不明白 其实 用心读医科也挺好 医生 一人看一看你 可以安心也挺好 这是挺好的一种 比这种 叫什么 迷信 其实有时候 我会觉得 现在我们 即是 我又很敏感 我又不是想踩 但是有时候我已经觉得 是 你病毒背景 一般人 对于医生的神性 迷思 已经我觉得太多了 真的 是的 真的多得很重要 好了 就算你不是把力量投射给医生 因为医生说 就好像神话 对有些人来说 或者有些什么事 小小事 你一定要听一听医生的提示 你才做行动 你的人生的主权 是交给他们的 而且 其实除了医生之外 我觉得有时候 一些医学上的 认识 医学报告 都是很多事情 譬如很简单 我也在调节 譬如现在在西医 来说 糖尿病 是不能痊愈的 不能痊愈的 你只可以管理它 你知道我的职业就是做这些事情 不只是糖尿病 糖尿病是不能痊愈的 雙风是不能痊愈的 感冒是不能痊愈的 不 雙风感冒 你会自己疗愈 西医是不好的 西医是不好的 西医是自己血淋 但会令你睡觉 令你没有鼻水 即是生日前图 吃的药 但起码你都会痊愈的 但其实我说慢症病 譬如糖尿病 你有糖尿病 你一世都会有糖尿病 你只能控制它慢慢低下来 但譬如有时候 最疼我就是听到糖尿病 因为我身边很多人有糖尿病 那就是糖尿病是不能痊愈的 这件事 其实是否真的 不是 我还在这里徘徊 因为我的职业问题 我所认知的问题 所以你问我是否 有没有我自己的力量 我觉得我面对这件事 我是完全没有力量的 因为我学习的东西 和我现在所认知的东西 在这个地方的冲击 是大得很重要的 你现在的冲击 其实当年许医生也经历过 他本身是家庭科医生 他也是精神科医生 他有很正统的医学训练 但同时他又醒吐过 蔡司的概念在他里面 这个冲击是很大的 但可能我 幸好我没有医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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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她好像打这个位置 我当时是中三中二中 甚至暈了 我未打完之后我已经暈了 然后我考虑她是否下药 从此我不太喜欢 因为我感觉到她打毒素在我的身体里面 我感觉是脂肪的 脂肪就是那些脂肪的东西 由我当时开始 那会有什么时候 我多苦的药都吃 就是不肯打死 不肯打死 而且她由小到大 我妈不懂得去睡 所以那些防疫注射的全部都是我簽名的 你是沒有防疫注射的? 我從來都是不願意的 我是不願意做所有防疫的工作 所以我不是很喜歡針這件事 這件事我覺得在我小孩裡 我取回一點點力量 因為我小孩除了在醫院的那針防疫針 因為我懶得他寫信 所以任由他們打之後 我小孩就是沒有打過任何針 我認識一個人 他是一個 他是不是新年代? 他很喜歡Waldorf那一套 那小孩出生後 他是拒絕打任何針 其實是的 現在綠色力量有標準信 可以拒絕他寫給醫院簽名 給醫生 醫生就不會讓你打針 那時候沒有 醫院是逼他不讓他出院 不讓嬰兒出院 他說你不打針不讓他出院 以及恐嚇他 將來你的小孩是不會在學校收他的 唉 很可憐 我覺得我見到他這樣 現在說了十幾年前的事 他真的是 十幾年前那麼前衛的事 是的 然後他真的很辛苦 所以他的嬰兒當然沒有打任何針 他堅持 甚至乎 有時候又覺得新年齡都挺盡 他打算在家裡自己生 他買了一個大木桶回家 打算在家裡自己找人去接生 他去經歷這個生產的過程 還有 嗯 然後很多人勸他不要這樣做 但無論如何 沒有對和錯 這是他的選擇 另外一件事就是 對藥物 我們將力量交給藥物 是 這件事是我很大的反應 為甚麼 因為我 我都不知不覺 不記得我從何時開始 我是沒有吃藥物 我是沒有吃藥物 即使Panadol我都不吃 因為我知道我頭痛 一定是有些心靈層次 我才會頭痛 所以我會去裡面去做 我也是 我已經很多年了 我甚麼東西都不吃 當然我Panadol也不吃 但有些人就是 有些甚麼事 他就覺得Panadol 好像萬事萬能 我還接朋友去泰國 去買不同的Panadol 有些是有發燒 有些是直鼻水 有些是睡覺 有些是不睡覺 有些是止咳 原來Panadol有這麼多鐘 我都不知咳 他就每樣都買回去 然後我 嘩 而為甚麼我說 我很大反應呢 就是 譬如我寶寶 我寶寶 我寶寶 我咳嗽 發燒 你知道老人家很流行 給你一些保鷹單 保鷹單之類 我說不用了 不要吃了 只有他自己會好翻 在別人眼中看 哇你這樣 媽媽呢 這樣照顧兒子 怎樣怎樣怎樣 行不行 其實我爸爸媽媽已經很遷就我了 我想我兒子兩三次都有 但我只是覺得 灌那個兒子 吃藥這個過程 你已經給了很多印記他 但好在我小兒子 一直都在我身邊 加工人姐姐 照顧 所以工人姐姐會聽我說 他是一顆藥丸 任何藥都沒有放進口 但是你會看到 他面對疾病的傷風感冒 不當一回事 我聽過有個朋友說 他的兒子 因為你知道小孩子的藥水 是甜的 還有很多顏色 他會問 爸爸我們何時看醫生 這麼害怕 真的很恐怖 我們把我們的量 放在藥物上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你不吃藥怎麼康復呢 是的 那你的身體 其實你真的沒有拿到 你身體治癒的力量出來 是的 我昨天我可以分享一件事 就是我昨天的頭 有少少轟轟轟的 即是那種頭風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 即是裡面好像有些水 發一下發一下發一下 那種感覺 我昨天晚上 就拿過沙騰的東西 我大陸買回來 去打自己頭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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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電視上打自己頭 那我的工人就問我 做甚麼呢 小姐你這樣用 我說我的頭有少少的 你不是見到太太嗎 你見到小姐 才 然後呢 我們印尼有一個方法 我幫你 他就拿一輩子頭髮 扔一扔 拿一輩子頭髮 扔一扔 整個頭就這樣扔 其實他帶了一個行血的效果 他整晚站在後面 幫我扔一扔 那頭 很純粹 我很想睡覺 而且睡醒一覺 頭就不痛了 所以有很多方法 頭痛有很多方法去治理 法師有很多方法去治理 不是每次灌一些藥 不要把你的力量放進去 不吃藥就會很恐慌 對 你真的沒有了自己的藥 不看醫生 你又完全覺得我死定了 那這個 真是 你知不知道我不吃藥 那些朋友跟我說甚麼 哎呀 你吐得好起來 我心想甚麼叫吐 我自己會好起來 所以 你沒有把自己的力量拿出來 嗯 帶給你這麼大的恐慌 很認同 另外 就是 把你的力量投射給政府 政府 這要你發揮一下 這要我發揮一下 好 例如是政府這個政策 哎呀我人生玩完了 蛤 政府的政策跟你的人生關你甚麼事 是的 政府這樣這樣這樣 政府失敗 所以我人生就沒有希望 政府失敗關你甚麼事 是的 還有不知道 很多年前 大家都去投訴董先生 董先生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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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的生活就不好了 董先生這樣這樣這樣 所以我便沒有前途了 行行行行行行行 所以我便虧了很多錢 嗯 嗯 唉 唉 為何我說政府的事我要交給你呢 因為我也是一個 政治物辦 超級政治冷感的人 我也是 冷感到政府有甚麼政策 你知不知道我們沒有六千元 知道 其他人告訴我 是的 但其實我對這件事我是有反應的 是的 我是挺大反應的 是的 你說六千元對我成不成功 我覺得是 六千元也有用的 六千元也有用的 但是我覺得 為何不把一些盈餘 你分享給一些 住在房屋更加有需要的人 這是我的感覺 噢 我又說了 我的看法就是 你給我六千元 我很感謝 嗯 但為何還要我申請呢 如果這件事是允許的 那麼 身份證又是你發給我的 我覺得他花了很多人力物力 做一些很浪費的事 身份證你又發給我的 現在你又要我證實 我是有身份證 很搞笑 對 那為何要這樣呢 所有的記錄都在你身上 那你就要我再申請多一次 是不是我不申請 你就說我可以代付六千元 我怪怪地 所以我是完全 超級沒有政治懶 但我想說你的生命 真的在你自己掌握裏面 絕對是 無論你是甚麼政府 甚麼環境 甚麼政權 甚麼地方政治都好 你的生命是絕對在你自己的把握裏面 所以我們甚麼都不看 都甚麼事都沒有 即使我們上一集說衝擊的時候 我突然在想 就算當一個新年代去看 譬如我的政府戰爭 選擇在一個戰爭的地方 是我選擇的 這件事很難調整 是 又或者突然之間 好像一些大的事件 暴動 我經歷了可能 我的鄰居 或者我認識的朋友 有傷亡 或者911這些事件 之後 選擇經歷這些大的事件 都是靈魂層面的選擇 是的 尤其是 你剛才說的話 令我想起天災 譬如說一些很大的海嘯 最近有很多天災 其實我第一次聽說 這個也是靈魂的選擇 要怎樣怎樣 挺難接受 你又覺得有少許匪夷所思 但其實 如果我們看多些關於賽斯的資料 我們有一個叫做集體意識 是的 其實也是一些集體意識 我們要去創造這件事情 而 接著 它發生了這件事情之後 你有在身邊很多不同的人的反應 其實它是給我們一些價值的 索斯不斷提到群體事件的本質 嗯嗯 光是這句話 我覺得已經可以去扔 群體事件的本質 可能是政府 可能是天災 可能是人禍 可能是暴亂 或者可能是三數個人的事情 但這件事的本質是甚麼 譬如南亞海嘯 嗯嗯 南亞海嘯令到全世界人懂得珍惜 是的 日本這件事令到人去欣賞甚麼叫做紀律 例如是這樣 又或者是中國這麼冷血的地方 一場四川的大地震之後 換起很多溫情 很多感人的故事 都說不完那麼多 這件事的本質是甚麼 嗯嗯 所以不要把你的力量交出去給這些地方 你的生命是在你自己的掌握裏面 絕對 你的主權永遠都在你自己那裏 好了 我這裏想說就是警察 我發覺很多人跟旁邊吵架就是叫警察 呼呼吵架呢 我找警察抓你 哈哈哈哈 然後呢 旁邊的人 或者是滴水 我告訴警察 其實這件事 為甚麼不是我們用自己的力量去解決 所有的事情 你自己是可以 可以用一個不同的方法去處理 為甚麼每次要找另一個人去幫你對你的事情負責呢 其實我認識一些朋友做警察 也有很多很無聊的 哈哈哈哈 很無聊的叫 即是當笑話這樣聽 但我突然想起剛才說 我們把力量交給誰 突然說 我們也會有時把力量交給警察 會的會的 你剛才說警察 我想起有一次我 有一種很少的交通意外 很簡單 只不過在回旋處 你知道回旋處很亂的 不小心 我們車和旁邊的車 真的會這樣 一會 其實 通常人們第一件事是 停車適時 不要動 然後等警察來告訴你 哪個適合哪個適合 其實那一刻 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麻煩你 這麼小事麻煩你先洗車 先不要妨礙交通 然後我們才慢慢談 大家一起看完之後 大家都相當無小小事 留下電話 如果有甚麼事 我找到你 我們便駕走了 我都留意到很多 現在立即撞到 陷害的 會直接拍照 拍照後 拍照後 不要妨礙交通 但有些人不是 我記得上次 上兩星期日 有個新聞很搞笑的 是 有一輛車 不知道為例 拍照 警察叫他拿新聞 搞到要開槍 搞到警察叔叔拔槍 然後車主又發了爛炸 香港嗎 對 拔槍嗎 警察叔叔拔槍 不知道 我真是政治冷感 因為剛好 不知道怎麼看到 但那兩夫婦 是拿刀出來的 因為他們拿刀出來 警察叔叔才拔槍 當然我沒有很仔細去 幾個星期前 有一點印象 但我看到那個片段 不用那麼激動 他叫你停車適時拿身分證 你不用那麼大反應 這些人是很不相信自己的力量 你會用武器去威脅別人 還有那些揭絲底理 那個女士 我心想要不要這樣 很不相信自己的力量 另外呢 就是把力量交給媽媽 原文其長 把你的力量交給媽媽 因為我不知道 我都很硬意 你很大個都跟我媽媽說 我媽媽怎樣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認識 人家常常把媽媽掛在嘴上 我有看新聞 最近 關心什麼事突然間 為什麼 你不知現在有些八十後去見公 老闆請她 她說我回去問問媽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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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眼睛掉到地上 是啊 然後那些媽媽幫兒子去見公 很多這些離奇八怪的事 在見公的外面等她 是嗎 幫她等她 譬如有時候 媽媽和兒子一起去見公 那面對面問問 媽媽和兒子回答 見公不是一個人去見公嗎 我不明白為什麼媽媽會和兒子去見公 我不明白那些討論人家怎麼讓她媽媽進去 可能 我不知道 你知道我隨便 但這些事我是 聽回來的 那你 那麼欲酸 媽媽和我一起見公 是啊 還有一些兒子 現在很多八十個都是這樣 哈哈 辭職 我兒子辭職 是媽媽打去說辭職 我兒子不做了 我兒子不做了 或者譬如說 那些兒子在公司有什麼待遇呢 那些媽媽打電話和老闆說 你啊 為什麼叫我兒子去倒垃圾 那些 留意 如果你的小朋友 動一點就跟其他小朋友說 我告訴媽媽 嗯 我告訴先生 嗯 這個已經是你要留意了 這個小朋友 他不相信 他沒有用自己的方法去解決一件事 他用權威去解決一件事 是的 他用一個擋箭牌去解決一件事 這件事 你真的要去留意 因為這個小朋友長大了之後 他也沒有能力去自己靠 使用自己的那份力量去處理一些事 或者 其實我剛才你說這句話的時候 我正在記錄 究竟我以前小時候 什麼時間我會告訴媽媽 嗯 當你無能為力的時候 覺得自己沒有力量的時候 突然想起我弟弟經常說這句話 媽媽回來你就死 哈哈哈哈 是的 因為你媽媽是你弟弟的擋箭牌 哦 絕對是 絕對是 我媽媽是非常之 兒子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 如果你的小朋友有這種狀況的話 你真的要開始要去留意 你真的要讓他去經歷他人生 你讓他知道你不是他的一個擋箭牌 嗯嗯嗯 那關於把我們的力量交出去 我們 我們 我們休息回來再繼續這句話 還有很多這些例子 是的 還有很多這些例子 我們休息回來 一會見 歡迎回來下半集的神神秘秘 我們這個題目就是 拿回自己的力量 我們不斷說 把自己的力量投射到什麼 我們還有一件事還沒說的 就是我們會把我們的力量投射在權威 嗯 專家 或者在一些專家的報告那裡 是 專家說什麼就是什麼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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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什麼統計結果那些 是啊 是啊 差不多專家說太陽是荒的 又開始相信太陽是荒的 所以他們會用很多這些說話 而不相信自己的感覺 嗯嗯嗯 是啊 不相信自己的感官的感覺 嗯 我剛剛想問你一件事 關於我們昨天說的藝術治療 藝術治療 藝術治療 其實現在市面上是有藝術治療這個學說的 真的有得讀的 有得讀的 而藝術治療這個學說就是傳統現在 就是用心理學來的 就是用心理學來的 那些方法 畫太陽 畫屋子 有類似有屋樹人 或者一些 其實呢 就有很多藝術治療的專家 他們會去解讀一幅畫 譬如說我解讀這個小朋友的一幅畫 因為他這樣畫 或者譬如我說屋樹人 屋樹人是怎樣整理的 即我都不是了解好心人 但譬如說他大概怎樣整理 或者怎樣畫 就表示他心理狀態會怎樣 但其實這件事是基於甚麼呢 其實基於很大的統計 這些人如果當他這樣畫的時候 我們去分析他的心理狀況 原來十個這樣畫 八個都是這樣的心理狀況 所以我下次看到這樣畫 我就會投射他未必有這個心理狀況 其實這一個也是專家畫的 但其實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畫畫 我也想做一些關於繪畫治療的事 但很多時候 有人找我去大畫班 我就會說 對不起 我不是別人外面的藝術治療 我亦沒有任何美術成就的背景 但我用這套方法是新時代的事 我用的方法是甚麼 就是我不是基於數據 我不是基於專家 我不是基於報告 我只不過導致我的客戶 說他對這幅畫的事 他自己去發掘 所有東西不是我加注下去 而是他自己做 我會看到 如果你畫了這幅畫 不是你自己去解讀 你是專家告訴你你是怎樣 我覺得有時會有落差 是的 我見過 因為我們一起去學這個技巧 就是在一個通過的圖畫 跟那個案主繼續去做一些諮詢性的工作 他會一直跟著自己畫的東西 因為他的情感是屬於他的 是的 因為畫的時候 他會知道自己的黑的情感 強度有多強 或者那種感覺是甚麼 去做一個治療性的東西 去探索的東西 而這個是挺成效的 是的 每一次指訊完之後 他就會畫第二幅圖畫 再指訊完之後再畫第二幅圖畫 然後就帶動了一個能量的流動 一條鎖鏈 一邊一邊一邊這樣解下去 是一個挺不錯的治療方法 但是在外面也有一套很簡單的理論 例如很簡單 催眠 外面絕對有一些很學術的催眠 有很多技巧性的東西 但是催眠也可以是靈性的 又或者是純粹用在當下的感官 繼續去做一些探索性的東西 所以呢 很多時候 怎麼說 我還記得那時候想讀心理學的銜頭 你結果沒有讀到嗎 結果沒有 因為我覺得做這麼多的事情 我都會覺得 我是否需要有這些東西去 搭配一下 搭配也好 什麼都好 我自己也好 我有兩個好朋友 一個好朋友就是 兩個都是心理學的 一個是博士 一個是助教 兩個在大學裡面 我不說什麼大學 然後是一個很權威的人 他們兩個同事跟我說 全其不好 他說 你這麼多實踐經驗 以及你這麼靈性的話 你坐在課室裡面 你是會妙一點教學 他說 學生的東西 你聽不下去 他真的不是當人是人 只不過學 如果老鼠這樣 就會有另一種行動 然後他說 你是很難過得到你們 這麼講感性的這一關 我又有一次認識一個朋友 他在外國裡面讀心理學 他是一個老師 然後我說 其實你讀心理學有沒有用 他說 哈哈哈哈 我最後的最後的項目 是對著龍和猴子 所以他說 他說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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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同學說沒有用 你不要什麼 這樣 我經常說 我覺得 我們這個節目 好像得罪很多人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把我們的力量 或是迷失在一些專家 或是專家的報告 或是我們認為是權威的人士說的 其實我也很想分享一下 關於一些專家的報告 我可以再說一句 我想起一件事 經濟學家 沒有什麼經濟學家是賺錢的 在投資中 所以大家看報告的時候 就要拿回自己的力量 是的 你說什麼 我說 在我接觸New Age之前 我也是一個 臣服於制度之下 臣服於專家 尤其是專家 我真的是臣服 但是 我最近 因為我也是醫學不患的人 我最近去聽過一個 我們經常都會上很多 審卜會 審卜會是什麼 就是那些醫學研討會 噢 醫學研討會那些是什麼 就是 可能有一群專家 他會有很多 新的研究出 或者譬如說 有些人我們叫做 就是他搜集了很多研究 然後他會做報告的 我們這些人 那麼懶豬地去聽他說 我就知道大概 現在的資料 最新的 就是去到哪裏 我記得有一次 我去聽一個醫生說 就是 醫生說 原來有些統計 因為你知道醫學不停地發展 他不停地新研究 新延長了 舊那一套就不對了 就算我們現在驗血的很多 很多研究 都是 今年說這個研究 十年之後 他的新研究 是這樣不停地變的 而那個醫生 就說句話 他就繼續學習 因為 在醫學學學的事 十年之後 都已經推翻了 超過一半 嗯 那麼 這個研究 這句 這句 給了一些衝擊我 就是說 其實很多的研究報告 是在那個時刻 那個科技 那一刻 可能五年之後 就不同了 那個不是真理 這樣 是啊 我經常都說 真理是一個暫時性的東西 譬如 例如 例如 我一百年前跟你說 我呢 跟英國的朋友說 這句話 下廟他就收到了 鬼信你 那時候 慈善 鬼信你 這個還不是巫婆 哈哈 但現在我們 任何上網 是啊 下廟他就收到 是啊 又或者是 以前的真理 鐵是不會飛的 那那些飛機 我們現在九十萬 幾萬塊鐵 在天空上飛 這些就是 真理是暫時性的 好了 將我們的力量 投射在外面 還有一件事 就是錢 嗯 即我們力量 投射給錢 有錢有力量 當沒有錢的時候 你覺得自己有價值 或者有錢的時候 你覺得自己有價值 當你身無紛紋的時候 你覺得自己沒有價值 又或者是 那個人有錢 他就給我有力量 說話也大聲一點 是 很好笑 我之前都和大家分享過 在錢面前 你有沒有尊嚴 哈哈 哈哈哈哈 錢可能代表著 你的老闆 你的份量 嗯 即你給錢 那個人 在他面前 你有沒有尊嚴 啊 這個是 按著所有人的鍵 哈哈 OK 所以呢 我記得 我們有分享過 不如我會再分享 我記得 許醫生有一次 在討論說一句話 就是人要給錢送 人要給錢兇 你有沒有餓過錢 在錢面前 你是不是有自己的噩骨 嗯嗯 譬如 當你兇的錢的時候 錢就不會再在你面前狂傲 那怎樣為之叫做你兇的錢呢 好 例如 他醫生 你不是有錢請他去講座 他就會來 是 這個我也知道 是的 還有譬如 他從來都不巴結任何人 我試過有一次 我去台灣找他 我那天跟他 吃飯還是什麼呢 我現在吃飯還是見面 他說 你知不知道剛才有一個大陸來的人 說要見我 和我預約了一個個人時間 他說 我可以令到你紅 在大陸那裏 嗯 你想點紅都可以 我有很多人際的脈絡 他說 我可以一手捧紅你 然後許醫生說 如果你沒有什麼找我 你可以走了 哈哈哈哈 他說 我不會任巴結任何人 他不會被任何人巴結 他不需要靠任何人 嗯 又或者是 很多人都想和他合作 但是呢 他自己所有今天 他的信念創造 實相創造出來 你想想他 他第一次搭捉北京 我還記得他第一次搭捉北京 他已經是去北京人民廣播電台 我也是聽你說過 是的 是第一個台灣人上去做節目 嗯 第一個台灣人 是的 他還說每一層樓 是有解放身軍駐守的 每一層樓都有 每一層樓都有 主持人跟他說 你只是說健康好了 其他什麼都不要說 我的烏沙在你的嘴裡 哈哈哈哈 OK 是的 但是他不靠任何東西 但是相信 你會明白 很多人在大陸 希望做生意 希望打出名堂的時候 不斷去做很多功夫 嗯 都未必達到這個效果 嗯 還有一次就是 我記得他說 他不知道去接受 這個新浪網的訪問 他就飛到去濟南 還是不知道飛到一個地方 被人放飛機 許醫生被人放飛機 沒有人去接機 嗯 然後怎樣 搭飛機回來 是嗎 即是搭飛機回來 嗯 你會覺得這件事很 很魚的事 很難堪的事 沒有人接機 他一個人去 沒有人陪他一起去 就是被人放飛機 放格子 嗯 但是他就在飛機上 遇到一個電視台的台長 嗯 就開始跟他簽電視台的節目 到現在呢 他是幾個山東電視台 幾個電視台 他有節目播放著 定期 嗯嗯嗯 所以真的人生沒有什麼 那件事是不好的 我上一集我都說過這件事 你真的 你把你的力量 放在你自己身上 你信任你自己有這股力量 那時候因為信念創造實相 這句說話呢 其實就是 月輪呢 很多人都會 講講口 是的 但是你的信念創造實相 你 即是 檢查一下自己的實相 或者我一邊聽 我一邊都檢查一下自己的實相 不是啊 最後我們是要改的 當然這是一個過程 嗯 一個過程 那呢 錢對 我呢 其中一件事 就是我這麼多件事一邊做的時候 我覺得錢是一件對我頗拉扯的事情 對於我也是 因為呢 因為呢 我都幾 就是這麼大 出來這麼大的人 出來 在社會這麼多年裡面 我是沒有什麼靠山的 靠山的意思是 即是沒有什麼人在後面 即是不可以伸手 跟他拿錢 又或者是去 生活上支持你 即是沒有 還是你不接受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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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呢 很多時候 譬如公司的收支是否平衡 會對我很大的情緒上的拉扯 或者我真的會挑戰到自己的恐懼 生活上的一些恐慌 一些這樣的狀況 所以 那時候聽他醫生說 就是在錢面前 你有沒有尊嚴的時候 我都覺得 唉 我真的要看一看我自己這件事 那你結尾有沒有真的認真地去看過 譬如我下個月 我下個月會是 整個月不在香港 我都跟你分享過就是 我十幾年 我未試過這樣放自己假的 是扔掉工作 是去差不多兩個禮拜 差不多三個禮拜的假期 假期 所以這個節目出街的時候 我是不是在香港的 是 他現在已經玩得很開心 我已經很開心 在一個很漂亮的風光的地方 但是呢 就是我之前有很大的罪惡感 我只是扔掉公司 扔掉一些伙計 然後就是 中央的營運 然後我走了 但是呢 我就開始關照自己的信任 就是這樣 而呢 剛剛過去那兩個禮拜 阿湘廷來香港的時候 我跟他提出過這個題目去談過 阿湘廷就跟我說了一句說話 對我都很大的靠醒 他說 為何你立刻一定都是 你的信念就是你要做才有呢 你不做就沒有 是啊 為甚麼呢 為甚麼你要做才有呢 然後我的頭腦程式就出來了 我不做哪裏有啊 仍然都有這個程式走出來的 因為這個是你的信念 是的 我不做哪裏有 我就想不到一個方法 我只能在腦裏裡 是不會出現我不做會有的狀況 那不做怎有呢 那不做怎有呢 但坦白說 就是 你剛剛說的時候 我雖然很想相信我不做也會有 但是我又會有一個文號 好了 我告訴你 有甚麼事發生 在短短的兩個星期裏 有一個我的同學 他移民去加拿大 我們很久很久之前的同學 他有一個 他老公的姐姐 即是他的 老公的姐姐 即是 顧拉 然後呢 他就是一個 有一天突然傳播到的人 他就 和一些天使可以傳播到 收到很多 那些上瘡的訊息的人 其實他之前也試過 將一個叫做 quantium touch的課程 帶來香港 量子療法的課程 帶來 然後呢 他這段時間其實沒有甚麼聯絡 但是呢 他最近就發了一個郵件 他說他想去香港做一個課程 就是叫做Money Rikki 風盛的Rikki 的靈氣 然後就 想租我的場地 租我的場地 我說租嗎 他說不如我們試試和你開發 你或者你的人仔摸摸不是那麼多 他想找一些舊學生 我們試試和你開發 那就變成合作形式 那變成合作形式 其實 我知道一點 我覺得風盛沒有甚麼問題 我都說 靈性和風盛是沒有關係的 和錢 這件事 然後呢 我就按照Post 兩個星期 已經爆得很厲害 差不多30天 OK 再加上 卡文老師的氣功班又開班 又爆了 我不知道爆了沒有 差不多爆了 因為他在氣功班 我們上次節目也有說過 對 那個閨員工 那個 十二份會再開班 九月尾 但是也爆了 OK 我會發覺 對 真的不做也會有 全部不是我教的 嗯 還有雙聯老師九月尾 又會來 所以 其實九月份 可以的 明白 明白嗎 我會發覺 原來我的計劃 都不斷在創造我以往的人生 那不做也有 其實對於我來說 都是一個計劃來的 因為我是那些 我做就有 不做就沒有 你不做也有的 讓我計劃一下 OK 所以 我們會把我們的力量 交給錢 在錢 我們沒有錢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自己沒有力量 這個 每次說到錢的東西 對於我其實 那個拉斜是很大的 是啊 而且真的 錢去觀察下去 它包括你的自我價值 包括你的擁有 包括你的擁有 包括對生命的信任 它會把很多東西拿出來 嗯 只不過是一個物質層面的遊戲 但是你背後的層面 處理了的話 這個物質層面 這個遊戲自然然就會解決 嗯 這個真的是經驗之談 我實在在這個遊戲裡面 打滾了很久 嗯 嗯 OK 有呀沒有呀沒有呀 有呀打滾了很久 OK 好了 另外那套錢 有很多人把他的力量交給 就是他的地位 他的status 其實這跟錢都有關 你覺得那些人的status 比你好 或者他在大公司工作 或者這個人是某某的某某 然後你就覺得他給你有力量 這個其實是集體意識多一點的 都是 不是 我不覺得是集體意識 這個是你個人認為的 嗯 當然社會上有社會上的一套價值觀 某某的某某自己就特別有價值一點 對 有嗎 是否很多人都是這樣 我想這件事是挺普遍的 但在任何人面前你都是有價值的 因為在靈魂層面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我剛想起一句話 我們以前有很多老人家 不是告訴我們職業無分鬼戰嗎 只是這樣說 但不是 其實我突然想起這個銜頭 已經背後有很多象徵性的東西 其實你剛才說某某的某某 我會聽到有些人很有趣 誰是誰的太太 她的太太又怎樣 她是名人的太太 就代表她聰明一點嗎 有時我會對這些會有關 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 她介紹我這是我的朋友 然後便掃出她的銜頭 有 她會問她是甚麼公司 或是她是甚麼來歷之類的 即是你跟一個厲害的人在一起 你會覺得自己比較厲害 覺得自己比較有價值 或者覺得自己比較有力量 但你的力量不是跟這些掛勾 你自己的力量是屬於你自己的一份力量 即是你跟一個沒有地位的人在你身邊的時候 你會不會同時覺得自己很有價值 有些人會介意跟一些沒有地位的人在一起 他會覺得被他拉低了 是嗎 不得意的 又或者是 有些人會覺得 譬如那個人是經常放棄的 那個人沒有出色的 就不要群我那麼多了 他浪費我的時間 OK 是的 是的 又或者是 即是跟這些人在一起 都無法把價值給我 這樣就沒有時間跟這些人一起去 是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也是關於你自己有沒有信任自己的力量 你自己也是一份自由 你是甚麼地方都有力量的話 甚麼環境 你跟甚麼人連結 你都可以把你那份力量 其實是不是應該反過來說 如果你有你的價值 你有你的力量的話 基本上你跟任何人在一起 都不會影響你的那一件事 我分享一件事 我上個星期上課 我就分享給同學聽 我會去旅行 其實今次去旅行的 我會去大陸旅行的 其實我這差不多二十天的旅行裏 我只預約了第一段去程 以及頭三萬酒店 我也有聽聞 後面我全部開放 因為我不想設定我的道路 我想自己有穩定性 或者我去到哪裏 突然間改變 但基本上我會去那個地方去玩 然後我在班上有一個學生會問 他會說 我們是玩 那一堂是玩塔羅牌的 OK 然後他說 我想問 我的團成不成團 然後我說 成不成團你都可以去的 他說不行 不成團我都不知道 他說自己要很多事麻煩 我說 為什麼很多事麻煩 他說你要訂酒店 訂房 我說 訂酒店一個電郵便可以訂到 是的 基本上我全部都是全電郵做的 例如我訂機票也是在網上做的 嗯 然後他說 那些人會覺得是很困難的 嗯 但我覺得這是對生命的一種信心 總之我就會覺得我在那裏玩得很開心 其實昨天我和你講話的時候 是的 我不是告訴你 我去印度玩有人接應會比較安全 是的 我都看到你的反應很有趣 其實阿東東昨天跟我分享過他去印度玩 他朋友說他認識了另一個香港人在那裏出家 我第一個想法 人家出家人會不會在字圈出來招呼你呢 第二件事就是 印度實在太大了 印度差不多等於中國那麼大 嗯 他怎樣去接應你呢 其實我很簡單 其實我是想著 他可以幫我找到一個地方 我在那裏正修 是的 但是其實很有趣 為什麼我會提起這件事呢 就是 原來我們有些很有趣的信念 你是自己不察覺到的 譬如我覺得 原來我去一個陌生的地方 有一個朋友接應我 就會叫做安全一點 其實這也是一個我自己的信念 那事實是否真的呢 其實當年我在澳洲讀書 我都是搞定了第一個學期的學費 然後就有一個暫時性的住的地方 我是一個不要說親戚 我連一個朋友都沒有在那裏 我就飛了過去 OK 但在那裏我都生活了三年 而那三年發生的事 完全是我想不到的 嗯 所以這次的旅程我都會覺得 我下次錄影 即我去完旅行回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我真的覺得我會在那裏 是一個很享受的經歷 我又不是真的那麼擔心 我都在幫你期待 我都會替你應該去玩得很耐心 我昨晚才跟別人在電腦裡聊天 去問他我大陸上網 應該怎樣 因為我也想保持在那裏 你在大陸你買一張卡 就上網了 我有 是的 然後就 譬如是在當地買卡 還是在郭東省買卡 我就問了這些資料 但是基本上我會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旅行 所以信任你自己的力量 你的力量無論是隨時隨地 每一個片刻每一個燈下 無論任何一個時空之下 都和你一起好好去利用自己的力量 我們這一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集回來再見 拜拜